今天就是主題是歐式 然後維多利亞式題 所以就是會有比較多一些美食啊 然後手工的竹竹在這個衣服上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品牌的頭飾 這是品牌做的 所以每個人會帶這個頭飾 然後搭配你自己覺得 適合這個頭飾的衣服來參加這個服裝 今天的顏色就是吳爾夫的作品 衍生出來的顏色 那我現在手機的這個顏色是燈牌型 然後它有五個新的顏色 然後分別是吳爾夫的五個作品 然後它是2019上面推出了新顏色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 有一點點像是鮮豔的花朵 它乾燥後的顏色 然後它很百搭啊 就是有一點像是花瓣 很顏色 比較深一點 又有一點大音色 但又有一點橙 然後剛好配今天的衣服 我覺得它就是一切的顏色跟色色 跟裝扮我都很喜歡 接下來要播第四集了 就是一千個晚安的天晴這個角色 它踏上了綠色 那接下來可能每隔幾集 我們都會去到一個地方 那現在第四集 大概會旅行到清泉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一九十收看 一開始很催淚 但我相信到最後大家看完以後 會是療癒的感覺 這是有出版的一本新書 然後我在做新書的宣傳 我相信我們是最好大的 對白宣傳 摩托中 對白室 有出版的